据报道 福建有关方面原本计划于22号将无姓男子送返金门 但因天气及海况原因延误 终于在23号中午将无姓男子顺利送返 无姓男子的母亲 金门县长及国民党民代陈玉珍等人在码头迎接 另外一名胡姓男子因为说明自己是台军方现役人员 且编造虚假职业信息有意隐瞒 有关部门需进一步何时了解相关情况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兵华22号表示 我们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 连日来对二人给予医疗救助和人道关怀 为其提供周到的各项服务 并让其致电家人报平安 陈兵华强调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 遇到突发险情时相互救援 守望相助 历来如此 理应如此